曹雅文2009年在明日之星成功在台语组未免20关获得新台币100万元奖金 2017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 现在又接下最好听的歌主持人 但其实一路走来她也很不容易 她的感情问题也是扑朔迷离 曾与有人传绯闻后又怀疑双性恋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曹雅文 曹雅文生于1986年11月30日 台湾女歌手台南市任德屈人 曾在2004年参加八大电视亚洲新人歌唱大赛 荣获第二届级优胜 2008年参与超级星光大到三十 与百人初选阶段因表现过于紧张而未能过关 2009年6月从长荣大学翻译学习毕业 参与民事歌唱选秀节目《明日之星》 Superstar于同年12月26日成功在台语组未免20关获得新台币100万元奖金 也是第一位百万关注 2016年以专辑一生平安首度入围第2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 2017年以专辑《思念的歌》二度入围第28届金曲奖 并成功获得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将会致电祝贺 曹雅文在金曲奖上凭着资本专辑 一举拿下金曲台语歌后台语最佳专辑 最佳编曲等三项大奖 并列田富珍 但保成最大赢家 同夺下最佳新人的坏特一起在会后办庆功慰劳幕后团队 曹雅文表示自己在台下目睹许富凯和坏特得奖时 激动到手都快捏烂 对于好友 被封为情歌CP的许富凯也成功拿下台语歌王 曹雅文开心表示 有在后台一起手握手 食指紧扣 真的很感动 之前露营有碰面 都没时间讲话 很感动 曹雅文与新科金曲新人坏特 因为合作歌曲若是名载载而成为好友 更入围本届年度歌曲奖 虽然最后没得奖 但曹雅文表示 亲眼见到坏特得奖 太感动了 在台下为他紧张到手都捏烂 而自己联夺最佳编曲人 台语女歌手及台语专辑三大奖 曹雅文开心表示 真心希望可以多得一些奖项 但有这些成果已经很开心了 被问到是否留有遗憾 他好爽笑说 不会 很爽了 而曹雅文也透露得奖后 除了爸妈亲朋友好友都纷纷烧来祝贺 台语歌后 曹雅文在大港开唱赶场演出 接连担任草屯剪載与坏特的演出嘉宾 他受访松口谈到自己是双性恋 被问到绯闻男友张三 他表示仍是合作关系 不过 已经快一年没碰到面 被问到两人关系 曹雅文说 基本上还是会视讯讨论工作 大家一起合作 感情还是很好 他正在筹备全新的台语专辑 预告年底要发片 还会推出国语单曲 他说 叫我压力不要太大 因为这张专辑成绩不错 就想说下一张怎么办 是会有点压力了 擅长创作的曹雅文 过去多次参加同志活动 包括自创的歌曲《险景》 《爆一个》 都是以身边同志朋友的故事 而创作而成的歌曲 包括阐述爱要及时的微电影《夜卓》 他今天受访 首度承认自己是双性恋 不过近来忙着工作 没有心思谈恋爱 坚称仍是单身 至于未来是否会向大S班勇敢追爱 他回应 我好像过了30岁后 就没有结婚的憧憬 身边朋友都有恋爱 虽然我电话20年没有换 但打给我的都是保险传销 提到每次好姊妹分享感情事 他都一头雾水 无法想象在恋爱中的感觉 歌后曹雅文来到娜娜大师招牌单元 娜娜大歌厅进行宣传 除了现唱多首台语金曲外 更演唱由娜娜改编成台语版的西洋人气夯歌 Bang Bang 逗趣执意歌词一度让歌后失控笑场 娜娜特别以伴男伴女造型迎接 一人分饰两脚与歌后PK对唱梦中的情话 引来全场欢笑 娜娜大师还找出十多年前曹雅文 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的影片 让她尖叫大喊 我难过到有一年不敢唱歌 声歌成上泡台湾歌2.0经典传奇节目主持人的曹雅文 搭档金曲歌王肖黄奇 与入围金曲讲台语男歌手的浩子 在节目中邀请多位嘉宾重现传奇歌曲 曹雅文感动表示 听到许多前辈为台语文化不断努力 自己也很开心能透过主持让经典继续传承 为了迎接金曲歌后 首次造访 娜娜决定以一半男人一半女人造型亮相 展现阴阳双声带歌喉 独自分饰两角演唱江会 与阿渡的梦中的情话 急速男女歌唱变幻 独特疯狂诠释 让曹雅文忍不住大笑 我完全不敢直视娜娜的眼睛 曹雅文去年以资本集带起 全新Chill台语音乐风潮 不但吸引更多年轻音乐人投入台语创作 更替他夺下金曲奖两项大奖 谈到写歌契机 他解释 有一次搭出租车时 随口用台语跟司机讲要去哪 没想到他用很惊讶的口气说我台语怎么讲特别好 当下我很纳闷 是不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不会讲台语了 曹雅文便决定以时下流行旋律结合台语歌词 融合成时髦另类节奏 果真吸引不少新乐迷 也带动各种翻唱 即便发音可能不太标准 都造成讨论话题 更替台语歌走出全新风貌 为了给曹雅文惊喜 娜娜翻出早期曹雅文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百人海选影片 当时因为分数过低无法晋级 让他信心大受打击 甚至将近一年不敢唱歌 回忆当年往事 他笑说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 完全伤到我的心 后来下台哭到我整条围巾 都是眼泪跟鼻涕 之后就再也没参加过比赛 直到后来民事的节目 才又踏上歌唱之旅 虽然惨遭淘汰 但娜娜为了给曹雅文学耻 特别请她重唱比赛曲目周会的最爱 面对再度挑战过往挫折 激动唱到差点喷泪 一度大叫 我今天这样会很娘了 笑翻现场所有人 曹雅文透露目前在筹备全新台语专辑 更首次挑战音乐制作人的角色 但不懂乐理的他似乎有些吃力 为求完美曹雅文整整一个月反复听自己的歌 让他忍不住直呼 真的好可怕 回忆起与卢学瑞的初次相遇 曹雅文偷偷去看对方的演唱会 瞬间被歌声打动 回到家还意犹未尽 主动追踪对方的社群网站 两人开始网络上频繁聊天 但始终没有见到彼此 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两人见到面就像旧时般大聊特聊 卢学瑞甚至分享了心理事 我们真的深聊 我掏心掏肺 可能酒精作祟 让曹雅文直呼 我们好像第一次碰面 啊你怎么讲那么仔细 到底是为什么 交情相当深厚 卢学瑞先前因不忌口 一天吃七餐 导致体重飙到120多公斤 直到身体出状况高血压 飙到200胆固醇过高 才控制饮食瘦身 狠甩40公斤 瘦身有成的他 不仅拥有健康 就连拍摄电影的机会都找上门 而卢学瑞在电影中 饰演一位拳击手 与罗美玲演出母子荡 不过他先前与罗美玲合作 饰演过夫妻 情侣居多 这反差感也让卢学瑞忍不住 在片场笑亏罗美玲 天哪 罗美玲你演我妈妈 只差没演过我奶奶 气得罗美玲直接在片场追着她打说 怎样不行哦 动灵的妈妈不行吗 本周节目邀请两组人气乐团迷先生 与宇宙人同台 节目难得来宾清一色都是男生 让主持人浩子开玩笑说 请这么多男生来是要帮亚文相亲吗 肖黄奇也加入追问两团八人之中 谁是曹亚文的菜 曹亚文笑回 我比较喜欢那种看起来不太善良的 坏坏的行 他还表示 有胡子 刺青 更是加分 最后选出的幸运 就是唯一留有胡子的迷先生 吉他手小碧 浩子听闻马上叫小碧 坐到曹亚文旁边 让他害羞不以直喊 你们不要这样 会吓到人家 反应相当逗趣 成军十年的迷先生 发行首张创作专辑 马戏团运动 就拿下第25届金曲奖最佳乐团 在节目中 带来他们的台语经典作品和 其中 这首歌是主唱圣浩特别写给他阿公的 他在上泡台湾歌2.0经典传奇节目透露 从小带大他的阿公 在这几年开始有了失智的问题 让他相当的难过 关怀爱滋及同志平权议题的爱之日 长音乐节去年因瘟疫停办 第四届终于将于10月15日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 主办人郭恒奇预告 本届卡斯加码在升级 除了有重量级歌手陆续加入中 也会在北流以下午户外场 晚上室内场一日双场的模式举办 主办单位今公布首播卡斯 户外场将由台语歌王许富凯领军 率金曲新人坏特 理想混蛋 杨世红 张木乔等新生代歌手现声 晚上的室内场 则有台语歌后曹雅文 戴爱玲 告五人参演 这也是许富凯二度受邀出席 他也表示 以音乐传递爱 以音乐迁起爱 能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爱 能够受邀很荣幸 无论怎么忙也要参加 他与台语歌后 曹雅文过去增传多年绯闻 这次同欢就爱 却是男主外女主内 不同舞台 曹雅文之前自爆是双性恋 大放出柜 首次受邀于爱之日 常音乐节演出 他早在去年就把当期留好 直暂时如愿以偿 很开心能够参与成为 为爱发声的一份子 预告将准备爱的歌单 他近期正在筹备新专辑 有感瘟疫 更因珍惜当下 他因太常返乡陪爸妈 吃喝玩乐又泛滥 导致新专辑进度落后 为此感到很头疼 坚取台语歌后 曹雅文今年三月参加 2022大港开唱 在台上突然自爆 我失败 双性恋 坦言过往曾交过二任女友 更说三十岁之后 对婚姻不怀抱憧憬 本刊接获读者爆料 曹雅文 其实早在三十岁前 就以密婚完成人生大事 而老公不仅是台南同乡 两人当年就是在歌唱比赛中相识 进而交往结婚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曹雅文 曹雅文在大港开唱表演到一半时 突然向粉丝们宣布 自己是双性恋 当时她还自爆心中女神就是邵雨薇 甚至大放说 不排斥与女生交往 但有读者向本刊爆料 金曲歌后其实已当了人妻多年 老公驻台南 只是两人婚姻亮红灯 似乎处于分居状况 应该还没离婚 三十五岁的曹雅文 因歌声不凡 2004年就一路参加 亚洲新人歌唱大赛 超级星光大道三等歌唱比赛 终于在民事的明日之星 Superstar过关斩将成为第一位百万关注 随后在2017年获得台语金曲歌后的肯定 这些年来 曹雅文最知名的飞文 就是和许富凯 两人被经纪公司包装成金铜玉女 飞文纠缠了十多年 许富凯莲走在路上 也会被婆婆妈妈追问 曹雅文私生活十分低调 读者爆料她其实早在七 八年前就低调结婚 圈内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个喜讯 而当时曹雅文一心想冲演艺事业 为了维护形象 加上老公又是圈外人 彼此也决定不对外公开结婚喜讯 曹雅文与老公当年因参加歌唱比赛而认识 两人不仅是同乡又都爱唱歌 而且还因参加宫庙活动发展出恋情 婚后曹雅文忙于演艺工作 经常往返台北台南 据了解台语歌后的婚姻会亮起红灯 就是因为夫妻俩聚少离多 读者透露 曹雅文的老公虽参加歌唱比赛 却没机会被经纪公司签下 比赛结束就回台南老家找安稳工作做 曹雅文则因忙于工作 一个人在台北打拼 就算回台南也是要分时间照顾娘家 两人相处时间少 难免问题很多 曹雅文是前程信徒 2017年就曾被曝出于谢心 洪都拉斯等人到台南新港东 没受宫参与妈祖绕镜活动 甚至连老公也会参与 夫妻俩与庙里师兄姐们互动频繁 曾多次劝她除了拼演艺工作 也应该多留点时间给婚姻 4月30日 姐妹们的音乐万万岁 最新一集特别安排 持有出自己的新生代歌手主题 邀请歌手曹雅文、吴贝雅 Kurin Sissy上节目谈音乐创作 二度拿下金曲台语歌后的曹雅文 带来荣获金曲奖肯定的专辑、资本 更首次在电视荧光幕演唱难度非常高的往事只能回味 曹雅文更自爆 资深作词人伍雄在创作时 灵感来源其实是万丹的红豆饼 曹雅文说 红豆的生命力强韧 做成食物后也饶富变化 可以做成红豆冰 也可以滚烂煮成红豆汤、红豆泥 有各种呈现方式 可塑性高 这就好比许多传统女性 很认命 为了生活 小孩 去迎合任何形态 不断地付出与奉献 曹雅文自爆 当初收到这首歌词 超长的叙事歌词 真的很傻眼 让负责写取的他伤透脑筋 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还去找五熊老师稍微争论一下 看看是否能删减一至两段 直到跟五熊老师聊完创作缘起 他在重看歌词 才恍然大悟 这首叙事歌曲要呈现的 就是往事的一生 真的一段都不能少 于是 他与本专辑制作人张三老师讨论后 决定以音乐剧形式来呈现这首歌 中间更特别安排 比较俏皮 快节奏 以七字剧运文为基础的念歌作过场 很像里长广播 Lulu黄露子音也呼应说 这首歌很有画面 好像一部舞台剧 如果真的搬上了舞台 想来英睁演女主角往事 姐妹们的音乐 万万岁主持人曾宝怡 Lulu黄露子音 在这张专辑中 也偏爱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 Lulu黄露子音觉得 这首歌超可爱的 很像读了一本小说 曾宝怡觉得 这首歌就像这张专辑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音乐形式走得很新 可是所叙述的其实 或可能是一个很传统 很优微的女性的心事 最后还给女性一个新的展望 活出自己的一片天 专辑自本曹雅文自立门户 自己当老板组工作室后 首次包办创作 制作 编曲 录音的专辑 不再走台语音乐创作的传统苦情歌路 让人发现原来唱台语歌曲 也可以很chill 很现代 第四届爱之日 长音乐节 因疫情停办一年 今年10月15日 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 由音乐人郭恒奇 郭子发起 关怀爱资及同志平权议题 以下午户外场 晚上室内场 一日双场模式举办 首批黄金阵容 包括曹雅文 戴爱玲 告武人 许富凯 理想混蛋 杨世红 张木桥 及郭恒奇所组的浮花乐队 预计将邀来于20组歌手现唱 许富凯上一届 以特别嘉宾身份出席 今年连庄力挺 早在去年就留好当期的他笑说 很佩服郭子老师智力公益的精神 他常在社群上和粉丝互动 透露曾有粉丝因生活困境 想结束生命 向他诉说心声 结果因为听到他唱的歌曲决心 而重拾动力 更有离爱歌迷深受鼓励 度过化疗时期 让许富凯十分感动 相信音乐能够战胜一切 曹雅文年初受访时大放承认是双性恋 首次受邀出席音乐节 笑说能参加可说是如愿以偿 透露将准备一份爱的歌单跟乐迷分享 透过IG现实动态征求歌迷点歌 近期忙着筹备新专辑的他 坦言卡关 自嘲心情不美丽 苦笑说 因为疫情影响 让我更珍惜身边的家人朋友 最近很常返乡陪爸妈 不过太常陪他们去玩 跟吃东西聊天 结果就是会泛滥 透露下张作品 将与台湾经典故事 及歌曲有关 专辑制作进度 20% 告舞人则分享心中爱的故事 主唱犬青说 家人的爱是我们努力追寻音乐的动力之一 像是谦歌工作到多晚回家 开门的那一刻 总有一杯温热的水放在桌上 在外工作到吃饭时间时 云安的爸爸妈妈 总会打电话关心吃饭了 没有 累不累 而我的家人 总会趁我休假时 准备丰盛的食物 补一补身体 这些日常的爱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正因日常所以更重要 更透露他们首张专辑的作品 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的概念 与主题不谋而合 10月15日 最强综艺秀由综艺天王胡瓜 吴依佩以及赖慧如主持 日前邀请到明日之星来节目集合 一起拿出18班武艺同学会 曹雅文 张文启 陈一婷 郭忠祐轮流接力大展歌喉 其中 曹雅文更首次在节目中表演国标 让人相当期待 综艺天王胡瓜亲自迎接 签着曹雅文出场 轻瘦许多的她 也被主持人胡瓜问到近日身体状况 曹雅文说 为时到逆流 让她真的受了不少 来到难得展现才艺 曹雅文和国标老师黄枫阳合跳一首舞 也是在电视上首次破天荒舞蹈演出 其中一个转身 只见老师要把曹雅文脚拉到另一边 没想到曹雅文抬错脚 变成差点腿开开 让她急笑场居然喊卡 让全场哭笑不得 胡瓜也给曹雅文大力支持与鼓励 要她战胜自己 战胜舞台 把舞序完成 但贵为金曲天后频频NG的她 爽朗笑声斗的全场开怀大笑 让人看到她令人意外的一面 35岁台语金曲歌后曹雅文 今年3月宣布出柜 大方承认是双性恋后 作风也越来越性感 10月15日曹雅文就现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所举办的爱之日常音乐节 没想到身穿紫色西装的她 里面竟然只穿一件黑色蕾丝内衣 胸前上空直接剑客 造型十分火辣 曹雅文首次参与爱之日常音乐节 特别选唱在上一张专辑中与多元成家及同志平权主题的创作 包括《暴一个》、《险景》 希望能透过歌曲带来正面力量 也能告诉大家唯爱无惧、唯爱无敌 要更勇敢一点地做自己 其中 曹雅文还特别选了《飘洋过海来看你》 来献给在场所有歌迷 她表示 会选唱这首是因为当初听到梁静如跟爱依良翻唱合作的那支MV 非常感人 让我回想当初也曾为了爱情不顾一切而勇敢追寻的悸动 我想 只要有爱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此外 曹雅文还选唱了一首好乐团的《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更笑称这首歌是她KTV私房闭点歌曲 也希望趁着这次机会与偶像好乐团喊话 下次办演唱会能送我一张VIP的票 谈到第一次受邀为电影《流麻沟》15号 创作歌曲《永远的所在》 就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 原创电影歌曲 曹雅文则坦言 自己不敢去想会不会得奖这件事 届时也要首次登金马舞台现唱的她 也笑说 我只祈求现场演出不要出锤就好 而对于曹雅文密婚 台媒致电经纪人小军求证 她表示 会再跟雅文确认 但截至视频发出前都尚未接获回应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在评论区的留言